我觉得为了粉丝 至少怎么着也得吃一口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白兔 我现在在泰国的北部清迈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吃一家 泰国本地人的宝藏苍蝇馆子 这家店有多不好找呢 我到了以后 绕了好几圈 都没有发现它的入口在哪 它们的入口隐藏 在一个停车场后面 那现在我们一起去试一下 正宗的泰北菜吧 本来呢 我是想给你们拍一下 他们做菜的这个过程 但是 他们家的上菜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差不多点完菜之后 五分钟之内啊 就五个菜全部都上齐了 根本就没有给我反应的时间 虽然是五个菜啊 但是给你们看一下 他们家的菜的分量有多小 我目前来泰国 还没有去尝试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今天看到他们家菜单上 有红蚂蚁带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发奇想就点了它 然后现在看这个菜 我心里有点发毛 我觉得为了粉丝 至少怎么着也得吃一口吧 这个菜怎么说呢 口感上有点像那个煮熟的鸡蛋 上面有一层蛋皮 然后里面就是咸咸的 这个菜的味道上除了咸味 没有什么任何特别的地方 下一个来试下他们家的招牌炸五花肉 给你拼一下这个声音有多酥脆 它这个炸五花肉呢 是带皮一起炸的 口感就有一点点像带着瘦肉的猪油渣 蘸在这个咸咸辣酱汁 我觉得还不错 下一个来试下这个五颜六四的大拼盘 看一下里面有香肠 猪皮 猪肉末 鸡蛋 然后这个有点像雷胶皮蛋上面的那个雷胶 还有这个应该是炖五花肉 试一下这个雷胶 哇塞这个青鸟巨下饭 我要配一下这个糯米吃一下 这个就是泰国北部特产的香肠 但是我在北家吃的不太一样 里面有那个柠檬草的香味 我吃过很多太北的香肠都比较偏酸 鸭香肠真的还可以 再来一个炸五花肉 牙口不好还吃不了这个菜 吃下这个猪肉末 我发现他们家菜都是属于比较下饭那种类型 它不是泰国普遍常见的那种酸辣或者甜辣 它有点像其实国内的江西或者湖南菜鲜那种香辣味 还口糯米 这个猪肉末真的好下饭 咸咸香香辣辣的 要配一口雷胶 哇 你看这个汤汁多浓郁 不配三大碗米饭都对不起这个汤 好甜 我再试一下这个带皮的这块 突然有点色恐 因为这两个小姑娘一直看着我 我还要试一下这个带皮的这块 没想到那个带皮的五花肉 比我想象到要好吃 我以为我很腻 真香 下一个来试一下他们家的炒蘑菇 这个蘑菇形状好奇怪 口感有点硬 然后也是脆脆的 而且味道比前面几个菜辣多了 接下来这个鸡蛋猪肉末炒菜叶子 这个菜叶子探语在发光 他说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 但是什么不重要 好吃就行了 辣得流鼻涕 辣得流鼻涕 麻烦 不好意思 太辣了 我本来以为自己很能吃辣的 但每次来吃太北菜都被重新教做人 我吃到现在才发现我做的这张桌子 其实是个缝纫机 今天点的这些所有的菜里面 最后悔点的就是红蚂蚁蛋 味道上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但是心里这关过不去 一想到我咬下去 一嘴里面都是蚂蚁 我心里就发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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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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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鸡蛋 好 这个很好 对 我不喜欢 我的菜也打包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点关注 我是大白兔 我们下个视频见 再见 再见 好 好 小 我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